今天5月开始 我们将进入空间站的建造阶段 今年年内我们将相继发射 两个空间站的实验舱 两艘载人飞船 两艘货运飞船 我们将再把六位航天员 送入中国空间站 神州14号陈主 在轨期间将迎来 两个实验舱的到来 他们的主要工作 包括在两个货舱 两个实验舱 在两个实验舱 交汇对接和转位的过程中的监视 也包括必要时候的控制 以及对接后 转位后大量的状态设置工作 我们的神州15号陈主 将在今年年底前 飞向中国空间站 与神州14号陈主 会师太空 这将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期待的时刻 届时 一个由三个空间站的舱段 两艘载人飞船 一艘货运飞船 构成的 它的总质量 接近100吨 它装载了 包括空间科学 这里面有空间生命科学 空间生物科学 材料科学 燃烧科学 维重的流体科学 基础物理等 大量的高水平的太空实验装置 届时还是承载了 六名航天员的一个 中国空间站 将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 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